來過柏林的你 都可能有一個疑問 到底這些村集在城市上空的 財色館是什麼呢? 不知道不要緊 讓我捉別人來問一下 你知道這些用途嗎? 這些? 不是真的 我們在想 我其實沒想到 好像是藝術的畫面 你喜歡嗎? 還是你喜歡嗎? 我喜歡 很壞 我沒有喜歡 很壞 它看起來有點馬鈴 有人喜歡它 有人嫌棄它 就是沒有人知道它有什麼用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跟著它走 傳說在彩虹的尾端會找到黃金 而在粉紅水管的尾端 我找到的是答案 柏林這個名字 其實有沼澤的含意 因為柏林起在沼澤地上 地下水位很高 在地底進行工程或者打樁的時候 都會造成水浸 所以就要用這些臨時水管 泵走地下的水 排到附近的河上 那為甚麼會有不同顏色呢? 原來是用來分不同的水管公司 其中一間水管公司選顏色的時候 特意諮詢了心理學家的意見 心理學家說 小朋友最喜歡的顏色就是紫色和粉紅色 而大人看到粉紅色就會有回春的感覺 於是就有了這些搶眼的粉紅水管 五年前 Stéphane從法國移居 柏林 一到埔見到這些水管 就覺得很有趣 自此之後 他就會記錄下每條經過的水管 上載去到Instagram 最有趣的地方 它改變了 街道 你一旦可以來一旦 有很多藍色的 像這樣 明天 有很多藍色的 當我看到一個新的 我會很開心 我會覺得 有點像像一個禮物 我會找到 好的照片 好的觀看 會有趣的 照片 Berlin是每天改變的 有很多建築 也許是城市的轉變者 立即免費登記 盡量蘋果凍新聞全部精彩內容 蘋果凍新聞 訂閱新世代 立即登記